好的,我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同样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山水基础课程,我是朱家老师,一凡,还是老规矩,能够听到老师说话的声音,并且能够看到国画学院四个大字的同学,给我回复一朵小红花,让我看到你,行,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正式开始啊,来,首先还是,我们今天使服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大,是大概是50x100的吧,是一个水墨的作品,当然水墨咱们就要学会处理好画面的一个色调,以及它的布局,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把你的作业按时完成之后,上传到APP或者是官网,老师啊,会时不时的给你点一颗小猩猩, 来,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水墨山水,它的具体的特点呢,其实老师上节课也是有给大家讲过,我们来复习一下,关于我们的水墨山水画,它其实啊,是有大笔触和小笔触都有,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说,它水和墨相互之间的配合,有的地方水多,有的地方水少, 当然还有一些类似于像积墨破墨的一个方法,水的配合至关重要,回忆一下啊,就是咱们上节课在画,水墨山水画的时候,入笔的时候是笔尖占去浓墨,并且呢,我们的笔在纸上画完之后, 然后,你笔洗当中蜻蜓点水的,点一些点点的水分,这个时候呢,通过笔上残留的一个墨色和水的融合,咱们就可以调出一个淡漠了,所以,它是一个逐渐啊,笔,油浓变淡的一个过程,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的齐白石,齐白石,它在画画的时候,笔洗里面当中的这个清水啊,它并不是拿来涮笔的啊,大家记住,齐白石,它在完成了一张画作之后,它的笔洗里面基本上还是清水, 就是说,这些技法高超的大师,大画家,它笔洗里面的水并不是拿来洗笔,是拿来直接用的,就像我们说上颜色一样,它可能就是一层淡淡的水色,来,跟着老师接着往下看,我帮大家找到了几幅这个水墨山水的名家的作品,我们来一起欣赏,第一张,宋文志的水墨山水画,常人吃意, 那么宋文志,它是我们近现代的画家,并且它是深受富豹市的影响,致力于我们的水墨山水的一个创作,那么它早年间的作品,包括风格都会比较秀丽一些,到了它的中年,可能就是时代气息比较浓厚,并且笔墨其实看上去,也能够发现非常的浑厚,意境比较深远,来, 咱们这些明山大川啊,是深受咱们艺术家的一个喜爱的,并且也热衷于表现这类题材,那么宋文志它一些比较扎实的传统的技法,在表现这些大川大水,这类题材的时候,就能够有为的突出它的一种比较苍劲的线条, 你看不仅啊,山体的纹路丰富多彩,同样这种群山的深度是有质感的,是有空间的,是有意境的,能够看到吧,由深到远,并且你看,仔细的看一下它这些线条的勾勒, 来,就是你要看到它山峰的这些位置啊,我给你把红框给它框出来了,它其实是竖项的中锋用笔为主,然后呢,辅之以什么呀,辅之以折带和辅批这类笔法的一个侧笔的村叉, 然后它的一个村笔是有它个人的一个风格在其中的,来,这是中段的山体,再来,前方, 前方这个静井的松树,它还是以一个单勾的形式,单勾结印的方式来完成,并且松针它直接就是用侧峰啊,轻轻的点出来的墨色,比较的深厚, 整个画面我们分析一下它的层次,它其实可以分为三段,三个层次,一个是我现在框出来的画面最前端的石头, 笔上的一个墨色是非常的浓厚的,并且你看啊,其中会有一些水分非常多, 甚至像说浓厚淡的这类笔触在其中,来,第二段就是整个山体,群山的山体,山体部分, 干笔侧峰为主了,水分它就慢慢扭开线啊,下方的, 那我用绿色的线画的,绿色的框框出来的,和我中段红色的框框出来的, 明显的能够发现它在水分墨色上的一个区别,对不对,好,第二段, 中段的墨色,墨笔它就会干一些了,并且侧笔,以侧峰为主,水分少, 最后就是远方的云层,远山墨色由石道区逐渐变淡, 同样,水汽增多,云雾笼罩于群山之上, 所以我们说关于水墨的运用,水墨的变化,至关重要的就是水, 在于你对水的把控,那么其实啊, 咱们的古人讲的其实比较多的是笔, 讲的比较多的是墨,你真正讲水的呢,会少一些, 咱们近现代啊,近现代的画家,黄斌红先生, 他曾经说过,非笔不能运墨, 就是说,你没有笔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运开这个墨色, 那么,非墨无一见笔,你光一根毛笔在纸上画, 你又怎么能够见到墨色的笔处呢,对不对,好, 还有一句啊,但若无水,则笔无以运,墨无以见, 何谈中国山水化,没有水的话, 你的墨是枯墨,笔是枯笔,画面又如何静性下去呢? 这个是黄斌红先生对于我们水墨的一个分析, 思考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我们当代的宋文治, 他的一个水墨山水,我们接着来看一看下面一张, 张大千,两张画还是有一个风格上的区别的, 前一张会大气,豪迈一些, 那么这张会稍微的温柔, 墨色上呢,比较的润泽了, 好,还是啊,通,他还是有一个前十后续的变化, 近处了一些树, 哎,墨色会稍微深一点, 那么远处的山石, 在云层有一个过渡, 好,还有就是他的构图, 典型的啊, 只字形, S型的构图, 其实前一张也是, 你看, 前一张也是一个明显的S型的构图,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比较大的, 长条式的山水画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构图, 后面如果说我们同学想要创作的话, 可以尝试, 好,这个是他的构图, 来远处的山顶部分, 还是以一个比较湿润的笔触来完成, 那么往下走, 要注意到的是他这一张云层上的变化啊, 来, 云层的线条, 它是有一个我们讲过非常多次的, 啊, 什么呀, 线条的凹与突嘛, 每到从山头到山尾的时候, 他有一个, 首先墨色上的一个过渡, 其次, 笔触上变散, 变松, 变弱, 变柔, 最后形状上有一个, 哎, 凹和突的变化和留白啊, 云层的留白, 来, 嗯, 这一层的云层, 你看中间的这层云层, 有墨色, 有留白, 咱们在国画当中一直强调的是几白当黑, 就是它其中有一个呼应的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墨色看作云彩, 你也可以把留白看作云彩, 只要你表现出它这种相互呼应的一个关系, 以及起伏的一个变化, 那么自然这种流动质感, 你就给它画出来了啊, 比较这个漂浮的呀, 空灵的这种感觉, 我们就是通过云层的留白来给它表现, 好, 我们一般说山水画, 你是要做到什么呢, 笔墨和彰法, 时的地方, 也就是前事后虚, 时处要做到清明生动, 那么虚的地方,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画出来的这个地方, 虚实兼并, 虚实关系在山水画当中, 意境的表达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给大家分析, 详细分析了我们两张作品, 看一看啊, 下面就得看一看安利了, 我们今天你是可以看到山体都不多的, 你看主要的是什么呀, 前面三个小山头, 那么中间为主, 两侧为幅, 然后远山一座小山头, 大面积的其实都是关于云层和云雾的处理, 那么画出, 画好这种云雾缭绕的感觉, 还是需要我们在水和墨的配合和运用上多下功夫啊, 也是一种云雾的, 还是应用那句话, 这个画面是什么, 怎么说呢, 山欲高, 烟云所齐妖, 所以它是一个俯视的一个角度, 来, 好, 讲了这么多了啊, 材料傻的大家看一看, 尖号的毛笔, 大号两只小号, 然后呢, 白云笔, 还有就是咱们的墨汁, 齿幅是50乘以100, 我来轻轻的调转一下镜头, 来, 能够看到老师这个手的同学呢, 给我回复一个数字2, 好, 好, 来, 还有啊, 还有一个就是, 你如果说手上有提兜笔, 今天这节课给我用起来啊, 好, 来, 直接咱们就进入正题好不好, 刚刚开课之前啊, 我有说, 哎, 有铅笔的, 可以准备一下, 老师这里呢, 有一只木炭条, 也是, 什么用的呢, 勾位置, 咱们呢, 指负有点大啊, 来, 把咱的工具都准备准备, 这只木炭条还是尺幅太大了, 我实在是怕大家就是关于这个位置啥的呀, 掌握不太好,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来定一下位置, 用弹幕钩啊, 用弹幕钩呢也行, 但是你千万笔上的墨色, 墨笔墨痕, 不要太生硬了啊, 不要太生硬了, 好, 我们从中间这一段开始, 中下这个, 这个左边啊, 左侧这一段, 整一个位置先给它勾一遍啊, 来, 十字线都画了吧, 好, 我今天下午, 是今天下午吧, 还特意去群里给他说了, 一定要把这个线条, 这个格子给我打好, 好嘞, 木炭条, 我大概勾一下, 首先是左边这个, 左边这一层, 大概是在哪呢, 好, 我们的好朋友, 呀, 这一只, 拿一只颜料管啊, 半个颜料管, 这个时候我是在中心线找啊, 横向的最最最中心的这条中心线, 我们是分了四个部分的, 一二三四, 那么中间, 中心线, 找到了吧, 分几段啊, 分四段啊, 你看我左边这个案例嘛, 你看这里啊, 这里, 在中间啊, 在最中间, 好, 来, 大概啊, 勾一个形, 勾一个山头, 好, 那么这一层呢, 它其实是一个山体啊, 整一个是一块, 但是中间有云层的一个遮挡, 有一个小树, 所以给它做两截,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不要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前一截在左边, 下一截在右边, 这样你又给它一刀切了, 就折断了, 它是一座山体啊, 好, 往下走, 到了我们哪条线呢, 最下面这条线, 也就是我现在指的, 用手指的这条线啊, 这条, 来, 中段往上走, 你看这个时候我的一个方向啊, 是一致的, 都是往下的, 往下再走, 用铅笔啊, 用铅笔, 弹幕的话我们定点, 好, 大概也是, 一个, 最下面的分界线, 左边, 从左往右三分之一这儿, 拉下来一条, 定完这个的, 给我回复一个数字啊, 数字三, 听不到声音吗, 好, 咱们来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呢, 我们的区域又到哪了, 到从上往下, 第二块, 第二块了, 第二个大块面了, 中间, 然后, 由下, 由最对对正中心点, 由下往上, 在这个区域的三分之一, 来, 往下, 这个山啊, 你别看它是有一个, 我们叫小蛮腰, 但是呢, 这有一个感觉, 它还是比较正的, 你别给它整歪了啊, 它还是比较正的, 往下走, 有一条比较明显的山崎, 穿过咱的中心线, 斜着穿过咱的中心线, 不会有同学, 现在直接用毛笔, 给勾的这个线条吧, 不会吧, 没有是吧, 好, 往下走, 大概的勾跟行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太, 太完美啊, 大概咱勾就行, 正中间的山体, 是在我们哪呢, 整一个中间, 那以中心线为基点, 围绕, 第二个区间, 第二个块面, 我们把这几个块面呢, 标一个, 一, 二, 三, 四, 对不对, 往下啊, 往下走, 就到了我的前方, 也就是最右边, 一个小的山头了, 小的山头在哪, 在三个, 哎, 第三块面的, 右下, 也就是最下面这一条, 结构线, 的中间三分之一, 然后左侧, 哎, 好, 有来吧的同学, 我最后说一次, 好, 专门是给你说的啊, 这个来晚了的, 来晚这个就是, 来晚了同学, 这俩同学专门啊, 为你俩再勾一次行, 好不好, 来, 首先我们左侧的, 左侧的这个山头, 你看上去, 它是两段两节, 但是呢, 它是一整块山体, 来, 上半部分的这个山体, 整一个画面的最最最中心线, 由左到右三分之一, 山头, 好, 山尾呢, 最下面的, 就是我现在指的这一条横向的, 分界线, 在这, 对吧, 从中心往, 从右往左, 三分之一, 这里一条斜着的, 好, 这上下两条, 刚刚画到的轮廓线, 它是一个方向的, 它没有错开, 它是一个方向的, 好, 左边这个山头, 咱们完成了, 中间这个山头, 中间这个山头, 在哪里, 在二和三这个区间里面, 好, 然后呢, 先, 它一个最高点在哪, 到我们第, 第这个二号区间了, 对不对, 来, 从上往下三分之一这, 是最高, 好, 还有第二层吗, 从下往上三分之一, 斜着, 左侧啊, 左侧, 斜着, 给它拉一条线, 好, 往下走, 这个地方这个山呢, 是比较这个, 是比较长的, 好, 来, 最后右侧的这个山头, 在三号, 三号区域的右下, 中间, 大概也是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这, 定完了没, 用毛笔勾了呀, 哎呀, 我就是, 不能用毛笔直接勾啊, 我是用了铅笔, 用铅笔勾的, 我把这个线条呢, 整一个给你看, 我现在这个是最中心, 然后呢, 我去, 忘了拿笔了, 我去拿一只笔啊, 好, 好来, 订完, 所有的轮廓订完了没, 订完了吧, 来, 咱们开始来, 拿出咱们的什么笔呢, 我现在用的是, 这个大号的狼豪笔啊, 稍微大一点, 淡墨的盘子啊, 我们从左边这个, 小山头开始, 来, 笔尖占取周末, 笔尖占取一点点, 好, 然后在这个干净的盘子里, 我给它讲话, 我要让这个墨色呢, 充分的浸透, 到我的笔肚子, 刮一下, 旁边的擦笔纸上, 擦一擦, 然后笔尖, 再重新占取周末, 来, 再看, 我现在的笔触, 是比较干的, 能够看到吧, 非常的干涩, 好, 就要这种效果, 来吧, 还好了吧, 侧风为主, 散风也可以, 整一个山头呢, 比较方, 放大一点, 看到好了啊, 最中心点, 往上大概半个颜料管, 这个高度, 由下往上, 得清测, 用笔尖, 勾出一个山形来, 山头, 往下刷下来, 就和咱们上节课啊, 画的那个山头是一样的, 笔呢, 要稍微干一点, 好, 然后, 左边, 往下来, 右侧, 左边这个山头啊, 它也是有主刺的啊, 石尖, 中间的, 比较方的, 区比较大, 比较宽, 然后左右两侧是比较窄的, 好, 往下走, 侧笔, 来, 到哪了, 到咱们下半部分, 中心线的, 往下走, 往下走, 先调啊, 用笔尖了, 笔尖, 身体之间会有一些, 比较, 深的裂缝, 对吧, 我们就用笔尖来完成, 往下走, 可以稍微慢一点点, 复笔, 笔断, 一不断, 做开, 往里收, 大概到哪了呢, 到我们三区间, 左边的, 左边这一块啊, 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了, 收笔, 来, 右侧, 给它补齐, 也是用笔尖, 好, 收, 往来收,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加上一点, 侧笔的一个村擦, 用笔尖来, 往里收, 好, 左侧, 笔尖调取重墨, 再给它吧, 外轮廓线, 我们重新勾一下, 往里, 一个山头, 好, 往下, 逐渐消失, 那我收笔的时候, 轻轻上提, 它的一个收笔的过渡, 墨色的衔接, 它是自然的, 由深到浅, 由重到轻, 慢慢收笔的, 画的哪个山? 我的纸啊, 我的纸都到这了, 啊, 好吧好吧, 我吧, 再标一下, 一啊, 二, 三, 四, 对吧, 我现在画的是哪个山头呢, 是最左边这个山头, 好吧, 来, 这个山头完成了的, 给我回复一个, 这个数字, 五, 数字五, 好, 这个时候, 咱们笔上的一个墨色, 调淡一些, 然后在盘子的边缘, 你看我给它刮一下, 这个时候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笔触呢, 深了, 再来啊, 蜻蜓点水的沾一下, 然后擦笔, 边缘线, 好, 看到没有, 是一个比较干, 墨色呢, 偏灰, 这样一个墨色和笔触啊, 好, 左边, 顺着它的一个轮廓线, 结构线, 散风, 往下走, 一带一带, 这个时候, 外轮廓线的深和中间的, 就是我们现在画的一些测笔的寸差的浅, 就能够形成层次的丰富了, 好, 咱们继续啊, 往下走吧, 笔尖, 看啊, 我笔尖是一个散风, 对不对, 占取剩余的墨色, 就用这个散风呢, 你给它轻轻的啊, 把这个山头啊, 丰富一下, 占取周末, 散风, 可以用笔尖修饰轮廓, 往下压, 侧笔的深差往下走, 好, 浅, 调一个, 比较浅比较干的, 中等墨色, 中等偏浅的一个墨色, 来一层一层啊, 轻轻的擦上它, 这个时候呢, 咱们笔啊, 笔的一个侧风可以往下压, 让它的笔处稍微变得大一点, 往下走, 身体的一个厚度, 慢慢的啊, 它不是一笔完成, 你看, 中间是调了很多层次的一个墨色的, 再往下, 过度来, 好, 这个时候, 收笔, 到下半部门了, 也就是区域三的, 区域三和区域四, 这条横向的交接线这儿, 从中心线往右边三分之一这里, 我们轻轻的呢, 给它画一个小线, 或者是画一个小墨点, 让它有一个颜色的区分, 笔尖重新调取浓墨, 然后浓墨干笔, 笔封里顺, 里尖, 然后怎么样, 楼盖轮廓开始啊, 楼盖往下, 大概到哪儿呢, 那, 末点, 刚刚我们是点了一个三分之一, 对不对, 好, 大概半个原料管在这里, 点一个小点, 这笔啊, 下边, 最下边, 就到这儿, 游戏, 虚入, 好, 转折, 往下按, 往里收, 有一个, 小的转折, 好, 记住了, 这是一个山头, 这两条线啊, 外轮廓线啊, 它要是连贯的, 你不能说给它错落开了, 好不好, 往里收啊, 鱼尖, 也是一个, 虚入, 虚出, 侧笔的一个村餐, 密封, 会稍微多一点, 来, 到了从左, 往右, 三分之一这儿, 来一条小结构往里收, 笔尖, 挑去周末, 还没结束, 结构线和轮廓线还没结束啊, 接着往里, 我们到哪儿了呀, 到画面的, 就是虚四了, 虚四的左边, 大概在中间呢, 慢慢, 收笔一号, 下边看清楚了, 我还是大概留了一个多颜料管的一个位置的, 留白, 留住了, 也画好了吧, 笔尖条举周末啊, 那, 就是一个纵向的折袋的感觉, 对吧, 纵向的折袋, 侧笔的一个顺叉, 好, 它这个每一笔啊, 比较平, 往下压, 来到这儿呢, 红杂条举线往上走的时候, 有一个小层次, 山体的可能是某一个小结构, 小凸起, 都是比较重的一个墨色, 来, 左侧这一座小山头, 咱们把下面这一层画完了的, 给我回录一个数字6, 来, 把小树给他画上来, 那小树, 那小树, 咱们在画的时候, 先还是立竿, 那立竿我们的笔封, 自然就得稍微接一点点, 看着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同样它也是有一个, 主要的支竿, 对吧, 然后呢, 曲折向下, 到收笔的地方, 就是起伏的, 起来的这个, 小结构这里, 那吧, 逐渐有一些曲折的, 一间众末, 两边出支, 当然要给它错落开, 一左一右, 笔尖站去周末, 好, 方向上也有一点点的变化啊, 然后找一找鹿角枝的感觉, 往里收, 这是它的主干, 来, 左侧呢, 还有一只小枝, 在它的左边, 也就是区域三和区域四的这个中心线, 这里收笔, 鹿角的感觉, 画完没有, 好, 画完对不对, 来, 这个时候啊, 咱们的笔肚子, 完全的吸收了它这个墨色之后, 笔尖, 用擦笔纸擦一擦, 然后占取浓墨, 让我们的笔牙保持一个非常干的状态, 笔肚子有水的, 就给它吸一吸, 主要是笔尖站浓墨, 然后笔完全的, 比较平的斜侧过来, 然后呢, 画一些比较短促的小点, 小线条, 围绕它的小质干, 没有看到, 非常短促啊, 那, 点上来, 然后往下拉, 它就会出现这种, 破损的, 非白的, 笔触, 你看, 平过来, 往下拉, 平过来, 往下拉, 它不是直接点, 它是有一个, 点上去之后, 再往下轻轻的, 顿一笔的一个动作的, 能够看明白吧, 好, 笔尖站去皱墨, 中间围绕着枝干的地方, 摸索会比较深, 把它这个, 树的形啊, 给它点出来, 一定要保持一个干笔啊, 如果说你笔上了一个水分太多, 你是经不起层层的, 鸡色的堆叠的, 墨色的堆叠的, 来, 中间, 好, 下半部分, 一间中墨, 那都是平侧过来, 然后, 一点一点, 类似于像擦笔, 团状的, 点上来, 同样轮廓线啊, 要有奥鲁铺, 过度, 那这一棵小树的一个剪影, 这个单钩的笔法, 就和我们刚刚看到的宋文质的那一张水墨善水, 就是用了这个方法, 老师您用的是升旋吗, 对的, 我用的是升旋啊, 小树呢, 同样的一个道理, 测笔, 笔尖重墨, 然后呢, 轻轻的点寸, 点擦, 围绕着枝干, 左边的, 那这个树是往这个左上方生长的, 对吧, 左边咱就稍微重一点, 右边呢, 咱就稍微轻一点, 少一点, 一间调取周末, 我可以把它这个枝干呢, 咱们再加深一点点, 直接用浓墨, 再勾一遍, 也可以, 好, 往下走, 一间啊, 然后左侧, 我们轻轻的, 类似于像, 一些比较模糊的小杂树, 有的它甚至是连, 枝干都没有, 只有叶子, 放下来, 重复, 好, 看一下它的一个大效果, 这个时候呢, 你看起来, 它线条还是比较少, 还是比较薄的, 所以, 像刚刚是勾勒, 那么现在, 我们来穿插, 也是围绕着刚刚勾勒的, 一些结构线, 两侧, 穿插, 树向的啊, 都是纵向的, 马上, 村, 结构线的地方呢, 墨色加重, 不太清晰, 那么我们再来, 不够一遍, 然后往里收,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笔记呢, 是不是不太清晰啊, 都是一些侧笔, 并且呢, 快面感比较强, 对不对, 好, 顺势呢, 我们加一点极细的, 像这个刀砍一样的啊, 往下走, 快一点, 行笔快一点, 比较细, 比较果断的, 小短线, 好, 纵向的呢, 来一点, 但是你就千万别十字交叉了, 你在底端, 比辰条一个, 比轮廓线, 以及结构线要, 再浅一层的, 再浅一个度的, 比较灰的一个墨色, 你给它染一染, 类似于像擦染的一个感觉啊, 你看, 外轮廓线, 咱们是比较深, 比较重的, 对不对, 中间的某些结构线, 咱们也是, 用一些较深的颜色, 给它拉出来了, 好, 等它完全干透了之后呢, 我重新调了一个, 比轮廓线要稍微淡一点的, 比较灰一点的墨色, 然后依附着结构线, 往里轻轻的侧笔的一个村擦, 擦过来, 好, 底部, 石头的底部, 石头的两侧, 我们擦的是比较多的, 中间凸起的地方, 轻轻的扫一扫, 够了, 这个时候厚度, 已经在这里了啊, 好, 往上走, 来, 这个时候呢, 笔上的水分, 稍微多一点点, 你看, 流动的吧, 我现在调的是一个流动的弹幕, 对不对, 来啊, 上面的, 咱们应该几乎是干了的, 好, 上面的是完全干透了, 我再来进行一个, 类似于像, 擦染的一个笔触啊, 顺着哪呢, 笔上的水分加多一点, 那也是一个弹幕, 顺着哪啊, 山体的里侧, 由外, 往里, 给它轻轻的, 过渡下来, 轻轻的, 染下来, 结构线靠里, 这是不是又是, 又是第几个层次了, 第三个层次了, 对吧, 往里过渡啊, 两侧, 扫下来, 那么中间留白, 再来调一个更浅的, 直接加水, 蜻蜓点水的点一点, 往下扫, 好, 停笔, 这个时候等它慢慢干, 来看一下我们左边的, 整一个山体的感觉, 我没有错开啊, 它中间呢, 有这个树, 以及明层的, 阶段, 所以, 以上一下, 它是一个山体的, 某一个侧面, 好, 这一个部分, 画完了的, 给我回复一个, 数字期, 好嘞, 我们接着继续, 趁它干的功夫, 我们把中间这一座, 重头戏啊, 比肩重末, 然后再干, 比较干的盘子, 边上, 我给它融合一下, 然后也是擦干, 我们的山体的轮廓线啊, 所有啊, 除了远竖的远山, 它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干的, 浓墨, 好, 从左侧的这个山头开始, 来, 这个数字我就不打了, 刚刚我们也是讲过很多次了, 区域我们是分了, 一, 二, 三, 四, 四个区的, 好, 来, 左上方这, 大概在什么位置啊, 就是我们刚刚勾的这个线, 由中心线往上大概三分之一, 离中心线左侧也是三分之一这个位置, 好, 和我们左边刚刚画的山头呢, 突出一点点, 比较方, 这个山头比较方, 往下收笔, 也是一个前后的起伏, 好, 全部的勾勒都是用笔尖勾形, 笔肚子往下压, 压出, 飞白, 体现山体的质感, 笔尖重墨, 你浓墨, 墨色如果说比较足, 墨比较多的话, 你也压不出这种感觉来, 你必须是一个干笔笔墨, 并且笔尖理顺, 笔尖用笔尖勾出, 行, 笔肚子, 滑出他这种飞白的痕迹来, 好, 来啊, 这是第一个层次, 来第二个层次, 笔尖重墨, 留下往上, 这也是一个比较怪的, 一层, 往里受, 起来了吧, 两层, 一前一后, 来左侧的轮廓线也是, 轮廓线的线条, 就和我们之前画山体, 用细线淡淡勾就不一样了, 侧笔, 干笔, 重墨, 干笔, 侧峰, 给他把这个轮廓线, 右上往下, 这一笔啊, 到哪呢, 快要到树的顶端, 这一笔就比较长一点, 有一个断续质感, 不需要你给他, 给他给他太实, 皮肩重新占去周末, 比较干的, 左侧, 也就是, 最对对中心, 这个时候我在, 横向的最中心的中心线这, 起笔, 起一个, 一笔尖站去周末哈, 起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侧面, 用笔尖勾出来, 也是为了和这一层, 这一层外轮廓线有一个对比, 在我们的画面中, 一重, 一细, 好, 这个山体呢, 它有很多, 类似的, 压笔, 有粗, 往细, 来, 右边, 我们刚刚是不是, 横穿了, 斜着啊, 有一条, 穿过, 整一个纸张的中心线的, 一条结构线, 对吧, 好, 收笔大概在哪儿, 大概在咱们区域三的中间, 这个位置, 留了一纸的宽度, 到哪儿了, 到区域三了, 笔尖调取周末, 来, 我们一笔下来啊, 把这一条, 主峰的, 如刀锋一般坚韧的结构线, 我们来给它完成, 那么这条线呢, 尽量, 笔尖, 周末, 理顺, 都刮一刮, 然后擦一擦, 一间占取浓墨, 然后再来擦一擦, 好嘞, 笔下来啊, 好, 收笔, 到我们刚刚点的这里了, 就收笔了, 然后呢, 右侧有一个依附着这条, 中心线的, 一间周末, 小的侧面, 也是大概到中心线这儿的时候呢, 把收笔往里收, 好, 这一条啊, 中间我们有一些小的, 分支往下走, 往下, 都是往中心线往下走的, 那这个山体的山脚, 这座山体的山脚, 在哪儿收啊, 在我们的区域三, 和区域四中间这儿, 消失不见, 往下走的中段, 快到区域四了, 由区域三到区域四, 快到了这儿的时候呢, 起一个小尖, 我的手臂, 是这么样的一个弦, 好, 一间条去周末, 好, 左边, 顺着看这个结构, 一个起伏, 我这个结构现在是连在哪儿的呀, 是连在, 刚刚, 一前一后的, 石块, 山头这儿的, 也是, 到了树根这儿, 往上, 一笔, 回一笔, 一间, 我们的石缝呀, 会有一些不规则的, 线条, 所以不要花那么纸,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曲折在里面, 对不对, 好, 来啊, 往上, 这个只是完成了它的一个形, 那么越往上走, 来, 呃, 有团人说老师升圈值有没有, 老师升圈值有没有水痕, 我这总有水痕, 是你的水多了, 是你的水太多了, 笔尖, 重末, 也是, 甘笔重末, 勾它的一个轮廓线, 来, 这个轮廓线, 层次比较多, 看清楚啊, 你不需要说这个形, 跟老师完全一模一样, 你大概把这个轮廓画出来就可以了, 先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闪头, 一个石尖, 对吧, 在最中心这儿, 好, 顺势呢, 顺势而上, 侧面另起一头, 来, 你尖调取一个周末, 往下压, 这个时候呢, 你就, 往下压就可以了, 稍微粗一点啊, 压出一个轮廓来, 好, 再来, 一次, 一样的, 笔往下压, 再用笔封, 勾出一个头, 一个尖, 收住, 往里收, 来, 三分之一, 最正中心线, 往上三分之一这儿, 那里, 两层, 尖, 你收 轮廓线也是 轮廓线结构线都是有粗有细的啊 靠中间的我就想给它突出一点 我就画的稍微粗一点 那一些小的呢 该细的咱就给它细 来这个时候呢 墨色调的微淡 微淡的干墨 哭笔 放下来笔锋 笔呀 你不停的转它 它这个笔锋呢 就能有变化 不停一个小山头 小石尖 笔尖 正末 正中心这儿了 正中心这个时间这儿 往里啊收 你要说找规律的话 它没有一个太统一的规律 但你要硬说 它可能就是横向的 头横向的轮廓 它会稍微粗一点点 也纵向的会稍微细一点点 好这个时候呢 墨色可以调的稍微淡一些了 这个时间 它也不是每一个轮廓的墨色 都是一样的 一间 擦一擦 右侧 你这边收笔啊 往下 往里收 同样是一个侧缝 这个是你看啊 最前方的 这个时候大概多 宽呢 一个颜料管 最高的这个石头 石封 一个颜料管 这么宽 好 那下走 它就得慢慢收起来了 往里 右侧笔 回 那 纵向的你看啊 纵向的线条 我笔尖条细一点 画下来 笔尖条细 勾下来 勾下来 那右侧 我们调一个 稍微淡一点的墨色 沉下来 下满腰 往里收 左边呢 用我们现在 底上残留的一点 淡墨 你侧笔压 压一下 测缝 我们今天用的测缝 非常多 几乎说啊 所有的线条 它都是一个侧峰了 散缝 侧峰多了 笔头 它是不是就散了呀 我们就用现在 留存下来的啊 现在笔上的一点点 散缝 把它的这种 石头的缝隙啊 石头的 裂缝啊 我给它补齐 我多一些色封的 村擦 石头的形 层次 浓墨的轮廓 厚 以前一厚嘛 对吧 它是会有一些遮挡关系的 后面这个层次呢 会稍微 深一点点 那前后它不就出来了吗 对吧 好 再来啊 我看了一下啊 我记得我上节课都是 今天这个 我对比了一下 今天是跑了大概 三四十个人了 都是看着今天的案例啊 就怕了 有特殊情况的 不再 有特殊情况的 除外啊 干笔啊 干笔 重墨 散风 给它擦一擦 在这些结果线 方便 好吧 我允许大家这节课 这个 陶客啊 也不是允许 我理解 但是呢 咱还是不提倡啊 往下来轻轻的擦一擦 来呀 怎么办呢 咱也不能一直学简单的呀 选简单的 话多了 你都觉得没意思啊 好 我来 走来啊 现在是 淡墨 擦 比 擦出 它的层次感来 好 里层的 这个 里层的 这个 石头啊 淡墨 给它填一填 比较尖的 时间 好 里层 看啊 凸起的这个小山头呢 我在 擦染的时候怎么做 我都是染在它的哪呢 染在前一个石头和后一个石头 前后遮挡的底部的 我把它的时间 咱们是露出来的 后面这个也是 墨色还可以调的再淡一些 同样散风也可以 那我是 那它有一个这种 类似于阴影啊 阴影的感觉 老师 这是不是得站着画啊 对 你最好 你如果说能 能把控住呢 咱就站着画 我主要是因为这个直播间啊 它比较小 施展不太开 我就是坐着的 咱们自己在家呢 空间大 就站 站着这个 用笔呀 行笔呀 都没啥限制 好 右侧的啊 整一个 染上去 里层的也是 整一个 染上去 山头 突出一点来 时间 再往里存擦 再往里存擦 天上 好 你看一下这个石头质感 强不强呀 强的吧 毕竟调去周末啊 游外龙口线呢 我们在 游外往里 复工一下 毕竖 今天晚上的课 这么多石头组合 乱七八糟 我都头大的 真的要崩溃了 慢慢来 慢慢来 这个真的得慢慢来 这个时候啊 你不需要说完全跟老师话的一样啊 你只需要把它这个结构搞清楚就行了 我们先画的是一个什么 先画的是一个比较斜着的 这一个块面 那这一个块面呢 有一个 两个山头 一前一后 这是它的主要的 那有一个斜的 像刀锋一样的 时间时刃 山脊 对不对 好 后面就是一层一层的小石块 一层一层的小石块 但是 小石块的形呢 没有一个说 标准的要求 你只需要怎么样呢 把最高处的 一二三 三个石尖 大概的形 画的跟老师差不多就可以了 右侧呢 我们用墨线的 大概给他收一收 往里收 往里 往下啊 我们继续 那老师真的已经说的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慢了 老师今天画的 来往下画 往下走 这个山尖呢 是不是有一道山脊啊 顺着这个山脊 我们向下 来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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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一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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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对于 嗯 现在这个课呢 可能啊 对于咱们部分有些同学来讲啊 还是太难了 那后面 我们把前面的学扎实了 再来听这个课的时候 再来画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你先 过一遍 先过一遍 先感受一下 往下延伸的啊 这个是 到到哪了 到我们左边的 这个大石块的 收笔的地方 到这儿 慢慢往下收 这里呢 加一些淡末干笔的 存擦进去 那你要是这么说 越到后面越难 就不想来了 就不想画了 那我们最后两节课 咱们课怎么办啊 最后一节课 我可希望大家都来呢 啊 我可希望每一个 每一个同学啊 每一个 零八 零八 零九七的 咱同学 咱都来 好不好 我们约定一下 好不好 咱们最后一节课的时候 咱们下 就给我下 染 那边擦边染 最后一节课也是一张大画啊 能是吧 刘静同学啊 我们 我们这个拉钩啊 我们是有这个约定的 你答应我了的 我那天要看到你啊 啊 我跟今天所有来了的这个 三百七十五名同学啊 咱们做一个小约定啊 咱们最后一节课呢 尽量的啊 就是咱们来看看一台老师 不好啊 往下擦淡淡的手臂 淡淡的手臂 对 同学啊 同学说坚持坚持再坚持 往上扫 好 你看一下我这个 山头啊 这个厚度 还是油的 对不对 笔尖占去一点浓墨 咱们现在干嘛呢 我们现在啊 这一层呢 不太够 笔尖挑起浓墨之后啊 左边了啊 现在咱们是 复 复钩的左边的 这个山头 这个山头 顶尖浓墨 大概我们 用重墨呀 的春擦 淡淡的 用干笔 滑溜那么一下 擦那么一下 让它中间的这个层次呢 稍微多那么一点 往下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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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一层上的一层什么呀 树 你看你看 这多势力啊 老师到时候有红包吗 我都没有找你们要红包 你还找我要红包 来 测笔的一个过渡 淡淡淡的啊 左边 再擦一擦 左边 好 刚才他问了哈 说最后一节课 请老师多给我们讲 今后学习 山水画要注意的事项 那我跟你讲啊 任何的事项 都离不开 一条 就是你动手 动笔 这个是最最最基本的啊 好来 差不多了啊 拿一支大笔 大白鱼也可以 老师的剃刀笔也可以啊 来 因为他这个水比较多 他不太容易干 我们就一步一步 每一个局部 一个局部的来 笔尖 调取一个 比较淡的 水比较多的 比较灰的 墨色 然后怎么样呢 用咱的大笔啊 再加一点点水啊 咱们第一遍 这个墨色一定不能深 给他接上来 用侧面 轻轻的擦 轻轻的 一定要轻 往下 往下 拖 往下 顺 往下带 这个是咱们的第一遍 第一遍的淡墨色 一个极淡的墨色 一肩顺着它的结构 扫下来 我的笔呢 就捏平 然后像一个小刷子一样 占取颜色 然后往下刷 有没有看到 是这样刷下来的 好 往上过渡 看到了吧 好 接着啊 接着呀 笔尖占取重墨 笔尖占取淡墨 好 先里边 然后呢 再往下 在外边 像小刷子一样 一层叠着一层 你看 有一些干笔 它是非白的 看到了吧 它是非白的 我就要这种非白 我就要这种比较干的 轮廓 讲到过的 好 再来啊 往下 继续 笔尖你看 在旁边 我是一刮 你看没有 一刮 在边上一顺 往下再 好 来 加水 这个时候 更淡 更淡 往里刷 一个方向 你不是东西南北 所有都给它刷一遍 不是 顺着一个方向 顺着 这个从上往下 轻轻给它刷下来 左边 再来一层 用笔肚子 把它这个形 这个枝可真是炒 给它完成 用笔肚子呀 比肩一个重 这个这个淡默色 好 加水分 先淡啊 越往外 比肩蜻蜓点水 再占取水分 往外挂 越往外走 它是越淡的 越往下走 留白的地方走 它是淡的 这个云的感觉啊 就慢慢的出来了 你为什么一直阴呢 你看我这个笔 你看我这个笔 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我一划上去 它只有很浅的一道笔痕 看到了吧 很浅 我水是非常少的 好 往里刷 过渡 来 这个时候给它留住 左边一层 咱们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呢 进处的 这一组大的 重的 我们 接着继续来 它已经干了吧 它是不是已经干了 干的差不多了 你只要是用了生轩啊 在一个比较通风的环境里 干燥的环境里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干了的 来 比肩那么这个墨色呢 我们稍微加重一点 我们现在是不是 仅仅只画了两层呀 外轮廓线 以及比较浅的一层墨色 对不对 这是两层 加重 笔尖的墨色加重 同样是一个干笔 在这个 石缝啊 轮廓线啊 旁边啊 我们 把这个墨色的层次呢 再来一层 这层我们水分可以稍微多一点啊 就像刚刚说过的一个擦染的感觉 电风扇起作用了 电风扇起作用了 好 来往下接 往下顺 往上擦 也像类似于刚刚我们染云雾的那一层效果一样 所以将水一笔染下来 加水一笔接下来 是不是又厚了 石缝是不是又厚了 再往下啊 往下刷 那我现在水分还是比较多的 不是干笔了 越往下呢 接上 你往下 接上 好 这个时候啊 嗯 我换一只稍微大一点了 剔头笔 顺势而下刷过来 来 越往下走 加水分 左边 来 我是这么大一张画啊 两个小时画完 我就用了一张大笔 如果说你没有大笔 你用这个白云笔 完全ok 好 看我调的这个墨色了 两侧 两座山体的中间 运染上 铺路啊 都是一个方向刷的 都是一个方向顺着 染上来 你看 笔尖 用笔尖 在碟子的边缘 多刮一刮 顺着 刷上来 好 笔尾 往上了 要往上呢 加水 我们就不在这个 一个这个 淡墨的盘子里 搅和了 我们就在旁边 蜻蜓点水的 蘸一点点水分 由深到浅 往上过渡 加水了啊 现在是加的水 然后扫上来 淋雾蒸腾的感觉 好 这是我们第一层 那第一层 它这个山头也是有起伏的 我们是跟着它这个山形 一层 来染的 好 继续蘸取 墨色 这个墨色会比较深 对吧 我们这个第一层 其实已经 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纸啊 打湿了 第二层我们在染的时候 水就会帮我们 让两层 两个墨度的 笔记 有一个融合 那么它的这种过渡的感觉 由深到浅的过渡的感觉 就会出来 看懂没有 来往下走 来往下走 比肩啊 调取一点点的 重墨色 身体之间 你往下 它的墨色 会深 好 也是因为有了水 的过渡 它能够融合的更好 但是呢 我们还是先淡 后浓 这是一个 不变的啊 不变的啊 我们再画云层 再画远山的时候 好 两个石头 石缝的中间 我们让墨色 加重 来 这种云雾增 增长的感觉 中间啊 两座山的中间的墨色 是比较重的 好 往上走呢 浅浅一层握渡 再往上 直至消失 三层 好 让它干一干 我们这个时候干嘛 刚刚小一点的 小耗一点的 饼拿出来 拿一只干净的盘子啊 一肩调取重墨 同样的一个干笔 重墨 勾什么呀 勾屎型 来 这个 右侧这个小山头呢 先画 左下角的 和它隔大概两只一个距离 在哪啊 在三区域和四区域 中间这条分界线 中间 中段三分之一这儿 我来 一高一矮啊 往下 它会和什么一样 呃 大概也是到了我们趋四 又上 这个趋四中间这里收笔 嗯 往下走 轻轻的 你看 你看 我的笔啊 扁平的压下来的时候 它这个块面感就比较强 线条呢 就比较粗 好 我翻转一个面 用它的反面 再画一些石缝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比较细了 笔灵活的运用它 一层 来 第二层 你肩占去浓墨 一定要让它干 第二层 压笔 盾笔 往上走 往下收 斜着的 小折袋 可不可以戴上一点 可以的 往下啊 往下来 简简单单的勾完了 好 这个时候全部都是一个纵向的笔触 对吧 变化 变化 要变化 所以横向的 哎 像这个笔一样的 痕迹 长长短短 两三一组 带上一点 包括笔的感觉 平头肩围 平头肩围 带一带 好的 可以了 这个时候 完成了 下方这一块 大概的 咱就完成了 咱就完成了 来 皮头笔拿出来啊 往上啊 我们过渡一下 中间这个石块呢 往上扫一扫 往上轻轻的带一带 但整一个山脊啊 要裸露啊 要留白的 等下面这个层次干一干 我们把前方的 这个 最上方的 远山部分的层次 给它画出来 同样用我们的 刚刚一只 大号的 我现在用的是大号的狼豪 你用尖豪的也可以 大概在哪个位置呢 区域一 区域一 纵向中心线 右侧 也是大概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 它的墨色就淡了 点一个小点啊 三分之一 一半都可以 这里 墨色也是比较的淡的 往下走 先行 先是它的轮廓 好再往下 擦下来 往下走 这是块面 来 比肩 重新调整 变细 然后呢 线条 往下 往下 一肩 重起 突起 有起伏的吧 好 往里受 接上 一肩 墨色 填上来 下方 我们用线条的 勾出来的 留住 好 换一个面 可以 比它 是不是就可以变细了 好来啊 也是有一个起伏 可以稍微矮一点 但是同样是一个块面 侧面 往下 收 压 分擦 山头 它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的神奇 远山其实是非常 和我们刚刚的时刻来说 简单了吧 线 先是块面 把它的形大概打出来 然后呢 再用小期线 给它一勾 好 这个时候啊 往里 比呢 稍微调的重一点点 哎 同样是用线啊 石头旁边 侧风 带起一个小起伏的 远山的 轮廓 一肩 勾勒 往里收 好 勾出这个形来 然后中间呢 擦一擦 就可以了 第二层 鼻尖啊 墨色稍微重一点 我们在它的旁边呢 大概勾一个由深到浅 这么一个颜色变换的 山体的小层次 来可以了 一肩占取一个 脚蛋的墨色 来 重新呢 擦一遍 身法的灵活运用 都体现出来了 慢慢经常动手 画不下去了 画不下去了 老师你自己玩吧 你歇会好不好 你歇会 好那我自己玩了啊 往下来 你可笑死我了 好下面的呢 我摸了一下 还没干 来我调一个 稍微淡一点点的墨色 你看 你看我的碟子啊 浓墨 稍 浓一点点的 中间层次的墨色 然后清墨 淡墨清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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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下来 染下来 轻轻的擦 你看我现在不是用了提头笔 我就是用了这个 大白云 来来咱们用大白云 大白云是咱们手上有吧 每个团团都有吧 好来来 顺势给他 轻轻的染下来 还是像刚刚那样 现在像小刷子一样啊 刷 用淡墨刷 让这几个山体呢 有一个墨色上的连接 然后过渡 加水 非常的淡 好 侧笔 给我来 这个层次 往左边走 他是 不规律的 来再往下 墨色调淡一点啊 要比刚刚的 现在画的这个再淡一点 蜻蜓点水的 蘸一点点水分 然后在旁边的盘子里刮一下 然后呢 轻轻的擦上来 刷子一样刷上来 你侧笔往下压也可以 你顺势这样 垂直的也可以 清测也可以 轻轻的过渡轻轻轻的刷 轻轻的刷 看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这个启封没有 好 有肿的 有碎的 中间他是一个整体 然后呢 往两边 过渡 散开来 你看 确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和 中间这个 比较高的 十足山峰有一个联系啊 对吧 好 我们摸一摸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干了 好 我们把 呃 这一颗石头 这个山峰 上的一些小杂树 用重膜 给他点一点儿 笔尖调取 重膜 然后侧笔往下压 我刚刚画树的笔法是一模一样的 要确保你的纸面是完全干透的 你再来 好 下来 中间啊 石头比较多的 这里啊 衔接比较多的 这个石道的层次 好包括你压树 好我告诉你 告诉你一个小小 小的这个方法啊 就是我们有一些石头衔接啊 咱们自己画的时候可能画的比较乱 对吧 你觉得比较乱的那儿呢 你就加上一点小小的 这个小树一眼小杂树的感觉 也顺势给他遮一遮嘛 演示演示 对咱们自己在画的时候啊 要学会看 那看哪里不对 就学会改 当然这个改呢 是要有一个度的 能改的咱们就改 不能改的咱就 就也没办法了 下次也只能注意 我下我记得是是哪一次啊 是画人物那一次吧 然后有一个同学找到了学官 然后学官找到了我 说说这个 把他的画拿给我看了 嗯 老师我中间一笔 就是 你看你们还记得画人物那些课的时候 有一个D案啊 D案是两段的对不对 两段呢 他的中间啊 硬生生的搭了一条线 说老师你这个知不知道怎么改一改 知不知道怎么给我破一破啊 我说这真没办法 你这么这个 这个直到那的一条线 一条墨笔 你给它横在那 那怎么改的了呢 改不了啊 能改的我们就可以自己调一调 不能改的呢 就没办法 是三个盘子分别是浓墨中等墨色和淡墨吧 呃对第一个盘子是浓墨 然后第二个盘子呢 它是偏重一点点的水分比较多的 中等和淡墨之间的这样一层墨色 但是它水分多 那么第三个盘子就是淡墨了 好嘞啊 最中间的这一层叶子 给它点上来 然后呢 小只 小只随便淡一淡就可以了 不需要我说给它 画太清楚啊 里层 来 我在刚刚染了淡墨这 点的叶子 你一定要确保你的纸面 它是干的 你再给它点 你再给它点上 不然啊 你直接浓墨 在有水的淡墨上一压 全部阴了 白干了 你已经 重磨 好下面干了 下面干了之后呢 层次上让它多一点点的变化 在中等墨色的这个碟子里 沿上一层 沿上一层 两侧 扫一扫 好的 没干没法往下画了 可以 那你就先等等吧 没干的 没法往下画的 你就先看我画啊 或者是觉得比较疲惫了的 咱们就先去修写 我看现在已经 因为这个画呢 比较难 已经这个是蓝倒一大批了啊 那两侧我们加一点 较深的墨色 来 这有云雾的感觉啊 较深的 墨色 给它压下来 用大笔衔接 这个是在我们已经铺了一层 淡墨的基础是上来的 好这个时候 笔上淡墨 接上它 好再来加水 再是淡墨更淡一层 往下接 直接水 往下过渡 那扫上来呢 重新加物的感觉 一点一点啊 这才是第一遍呢 还不着急啊 好左边 来咱们第二遍 左边的山头 刚刚是上了第一遍 第一遍 现在上第二遍 第二遍上的时候呢 是这个纸面啊 是差不多快干了的一个状态 还没完全干 也是扫上来 那要深一点点 沟山倒是不难就是画云 好那现在画云难呢 你觉得难呢 你就先看我画吧 好往下走 好往下走 墨色它是 有一个 先浅 再 深 再重 的这样一个过程 来加上一点水分啊 清末 淡末 这个水分也不要太多 吸一下 太多了呢 就容易有笔痕 过渡 这一层清末往外过渡 往外来 一层一层的染 往下 先接 好这个时候 先清末 往下接对不对 正在往下接 好多一点 多一点 墨色没有了 墨色没有了 水分多一点 擦 然后呢 把它捏平 小刷子 往下走 一点一点过度 一点一点过度 一个整体往下走的感觉 小刷子往里过渡 小刷子往里过渡 接上来 两层啊 靠近底部的 一团 然后往外分散 来 上边的 也是 一团 一簇 再往外 两个层次 两个层次 这个时候纸面铺干净了 你看 其实这个时候淡淡的 它也已经有一点点这种 云层的薄雾的感觉了 有没有有啊 有没有 有的吧 起伏 那都是下 哎 然后就往里凹陷 然后起来 越往外比越干 匀层的感觉 好这个时候 那以上的一个墨色 咱们深一点点 往里边 过渡下来 好外表也是啊 上层也是这样子的 先一层 新墨 往下呢 有一个小云团 然后呢 像是不见 加深 加重 稍微重一点 再拿一个盘子啊 这四层的墨色 你看清楚 我给它分出来了 染下来 接上去 比较重的 左边和中间这一边的 山的底部 你看 因为有了水啊 所以我在接它的时候 它能够 比较自然的过渡出来 有没有发现 往下走 往下沉 来这个时候 中间 用这个脚伸的莫测 我们在里 在里边 轻轻地扫上去 云层的感觉 尤其有福 我放大一点 再来往底 这是比清末要深一个度的 墨色 但是呢 它也不是 它又没有中等墨色 这么重 好的 往下接 往下接 好 清末过渡 来 等它稍微干一干啊 还有加的 还有加的 往上走 往上走 老师好 好 这时候 纸有皱吗 肯定有皱啊 你加了水之后 纸一定是会变皱的 你用这么多的水 你用这么多的水 给它 让大家 如果说有一些好的作品啊 你想留住 你想留存时间比较长 就建议大家去找一个地方拓画 而且我们在拓画的时候呢 一定是手工拓的 一定不要是机器拓的啊 机器拓的呢 这个时间啊 暴存不了多久 只是当时那一下啊 也比较平整 那手工拓的要好一些啊 好来 又到了中间这一块 云层的一个过渡了 对不对 左边这一层 温柔一点 我看 是不是有同学 把纸给弄破了呀 其实这个纸啊 你温柔的对待它呢 它能够画 生轩纸它是很有韧劲的 你看老师每次画的时候 都等它干了之后 咱们再 咱们再给它 嗯 怎么样染一下 怎么样过渡一下 那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再来 你要让它有一个时间啊 有一个冷静下来的时间 你一直在一个比较湿的这一块 你村擦呀 染呀 弄它呀 它一定是会破的呀 往下刷啊 扫 扫 这个时候 来 先是一层清末 看着啊 先是一层薄薄的清末 把鼻洗干净啊 清末呢它也有起伏 对 对 往下走呢 像一个云团一样 拓画 就是给你的纸啊 后面呢 加一层 让这个纸啊 让你的画啊 贴在一层 腹背纸上 然后这样你的画是不是就厚了呀 又厚又平 它是不是就比较好保存 拓画和表画不一样吗 拓画是表画的 前面一个步骤 可以这么说 表画我们是不是装框 装劲儿 有这种卷轴的 有现在木框的 对吧 表 这个我们叫表画 那拓画呢 拓画呢 拓画就是 简单一点 直接在你的画的背面啊 你给它贴一张纸 我简单的 我简单解释一下啊 通俗一懂 就是在你的 你的这个画面 你的这个画的背面 给它加一层纸 让它变厚 变平 变平 用清末 我们淡淡的把这个形 匀层的形 是不是勾出来了 是勾出来了吧 好来 叫深的一层 莫色 再给它加上来 那么也是由中间 由中间啊 由中间 向外 接上来 由中间向外 而且啊 拓画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咱自己就是 家里有材料的都可以弄 就是准备 用宣纸 直接用宣纸当负贝值也可以 要降虎 排刷 棕刷 然后呢 要一张特 特别平整的桌面 那如果说你的画比较大 那你的桌面呢 就得稍微大一点 好来 同样也是先清末 浅浅的来这么一层 非常浅啊 非常浅啊 可以再较深的一个墨色 给它染上来 这个云层的感觉 你可以说 这个灰色的是云 你也可以说白色的是云层 来上面一层啊 差不多啊 快干了对不对 轻轻的扫一扫 轻轻的用清末扫一扫 来 湿了之后 顺着这个底部 染一层上来 这个渐变 出来了吧 好 往上走 往上刷 来 我相信现在呢 应该是有部分同学呢 已经是离手了的 所有离手的同学 嗯 你看到我的 刚刚 画云层的步骤 你看清楚了吗 好看清楚了 给我回复一个数字一啊 好 你看清楚了的话 那我需要你 在屏幕里告诉我 我刚刚 画云层染民层的时候 分了哪几个步骤 我要让你回答我啊 加深 好 那打字快的 那几个捧根的 哎 或者是现在已经停笔了 再跟我互动的 其他同学都可以 所有同学啊 我刚刚染云层 用了哪些步骤啊 有几道工序啊 先带墨等 呃 再中等墨色 再加深 然后呢 形形状呢 对的 统一的是 淡 然后中等 然后三 然后浓 对不对 是三层 现在是三层 但是这个三层呢 要根据你画面的情况啊 要根据你画面的情况定 我们现在刚刚统一的是三层 三层 对的 是的 就是你回答一遍 你记得稍微清楚一些啊 然后那我刷子呢 那我的这个笔刷 笔刷就 那我这个笔 是怎么样一个 呃 姿势怎么样的一个形 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 方向 可以告诉我吗 我刚 我我我我这个忘记了 哎 我我我我忘记这个云层到底应该怎么画了 那有知道的同学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上下铺成小刷子 非常好啊 是的 这个家俊 康耐心 校园 初心 然后 书名 是的 啊 行李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 这个云层 他的这个 云层的这个感觉 行有没有什么规定啊 哎各位老师 我第一次画云彩 画画这个云层 我不太熟 那他这个行呢 是的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对 就是凹凸物评 然后呢 一团一团一束一束一束 然后有起伏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 好了好了我懂了我懂了 那我我现在示范一下看 看看看看大家 我看一下教我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好吧 我来画一画啊 看看看看各位这个教的到底是 是不是正确的 你看啊 来 好啊 回到我们课堂上来啊 你看我第一层其实 就是 这已经不是第二遍 也不是第三遍了 我已经铺了很多遍了 我觉得他不够 我就再加 我觉得他不够 我就再加 但是呢 都是先淡再弄 不管你加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都是先淡了 来再铺一层 比前 比第一遍 稍微厚一点点 稍微重一点点的 这个层次 这个墨色 是吧 我不是先重 一笔下去 那水又多 摸索又重 我不是这样下去 一笔下去 花出来的 我是先淡了 再 浓 给他染出来的 加水 不会水痕多吗 哎呀 我好想歇一会儿 竖着刷 我 要 我 我加水就是为了 让他的比很少一点 而且 而且我染的时候 我不是水 特别多 比肚子 溢出来水分了 直接画上去的 我是给他怎么样 我是把鼻怎么样 擦一擦 让他比较干 哎 让他有一种非白的那种感觉 我才给他 刷上去的 对吧 你看我笔状的水多吗 不多呀 它是薄薄的一层的 我的水不多 我的水这个比较的干 然后每一每一个小笔触融合起来 他的你看 他才没有水痕 再来一遍吧 再来一遍啊 我 我 我现在用大家刚刚教我的一个方法 诗 这个山头呢 咱们先 勾形 然后呢 再往下染 那 染云层 给大家说是 先 怎么样 先淡抹 先清抹 然后呢 比较干 把它的形 给他 染出来 并且呢 云层刚刚 哎 老师们也说了 说是要有起伏 对吧 要有起伏 对吧 好 那我也有起伏 那么 刚刚我看到 有一个小老师还说了 有一个老师还说了 他说 他是中间团状 然后呢 向外面 这个向四周散发开来 对吧 哎 我也是中间团状 然后底下是有起伏的 散发开来的 对吧 来 他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 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之下 一凡同学也是完成了这么一朵 颜色层次渐变 都非常 哎 这个还不错的 小云层啊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老师啊 来第二层 第二个小神尖啊 去封上来 喝一口水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啊 今天肯定是要脱堂的 大家如果说 有事 哎 或是咋的 咱就可以先先溜了 等一下再听回放也是可以的啊 来到 远处的一些远处的这个层次了 那瓶 瓶瓶铺上小刷子 那比较浅 的一层墨色 远处但近处深 是的 层与层干了才可以吗 不是的 我淡沫那一层铺 轻轻的铺了之后啊 问这个同学 你问这个层与层干了才可以的同学 你这个还是没有太清楚这个原理啊 那我这个淡沫水分比较少 比较枯 但是呢笔触的层层的叠压 它这一层就能够染的非常的平 你看这一层我有笔记吗 你看这一层我有笔记吗 没有 对吧 来第二层 我在因为它是已经咱们已经把水打湿了 对不对 顺着这个笔记 我再染上来 有没有看到 因为水 因为它是湿的 这两层的过渡才能够自然 本来远处的 一个方向 一个层次 我今天非常非常仔细的把云层怎么画 云层怎么染 怎么过渡 颜色怎么样 才能说 染的均匀 我真的是算是 手把手教大家了吧 算是了吧 我就差没有冲出这个屏幕啊 握着你的手咱一起画了 就差了 就差这个了 中间还会有一些远伸 尖头 那也是尖 一寸的它来 金末然后染下来 往下刷啊 往下刷啊 往下刷 行 逐渐变浅 好 逐渐变浅 那个层次啊 刚刚铺了一层了吧 淡淡的水啊 捏平 小刷子一样刷上去 还有啊 嗯 你会听回放的时候一定慢慢画 好不好 咱们后面自己听回放的时候 刷的时候一定是一笔接着一笔 一笔接着一笔的 慢慢刷的 千万不要说偷懒啊 或者是 哎呀觉得 效果出来的慢啊 千万不要这样啊 那老师其实今天这个 还可以再深入了 只是说咱们 没有太多时间了 清末 好我们往右边走 每一笔 每一个小笔处 都是叠压在上一层小笔处之上 把它的形 刷出来 染出来 染上旁边 一定要怎么样 捏平了 然后呢 笔身顺着它这个像刷子一样的方向 让你的整一个笔啊 笔尖啊 占取一个均匀的墨色 我们如果说笔头 墨叠里的颜色墨色 它都不是匀的 那你刷上去 它一定也不是匀的 对不对 有一个小的步骤 咱都注意到了 有一个小的步骤 咱都注意到了 这个时候还是湿的啊 没有完全干 刚好是我要的这个感觉和状态 我就趁着它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 干了也没关系哈 干了我们就给它 你看重新 染了 有个感觉看一看 旁边过渡 然后没有一个小的云团和云层之间啊 我们让它有一点点的联系 它不会散的呀 它不是松的 它不是散的 它是有一种连贯性的 对不对 S型 或者是C型 来左侧啊 来再深一点 我已经不知道加多少次了 我没有数 那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效果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想要达到的 想你想的 最终完成的一个感觉已经你的画面进行不断的调整的 并没有说一定是几遍几遍啊 我觉得不够我们随时调整 那两个山体的中间的云层稍微厚一点 然后再往上啊 轻轻的 来这三段云层我觉得呢 它的这个连续性连贯性还不够 那我就 多来一点 比如说山体啊 通过山体的一个过渡 可以让他俩之间有一个衔接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 我宁愿你是先浅 厚深慢慢涂慢慢染慢慢村 也不要你这一笔下去整个画啊 每旧都来不及旧 深冷嘴是可以调整的 往上刷它 好到下面 有点这个 藤芸价物的感觉啊 来你看它干了之后啊 你的墨是会变淡的 对吧 嗯没有关系 嗯素材哪都哪啊 再来啊用一个比较 重的一个墨色 它是一个半湿半干的状态 刚刚好 嗯 往上过渡 往上接 往旁边走 往下来 往外延伸 中间接上 还可以再加重 扫上来 右侧衔接 左边 好一洗一下 墨色过渡 墨色过渡 过渡 过渡 过渡来一来 两边接一接 哦 提兜比有什么好用的牌子啊 我用的就是 我用的是咱们公司买的 公司这个叫单亲客的 这个是单亲客的吧 是的 往上接 我往下接啊 往下接啊 往下来 来 学到这儿了啊 其实跟大家讲 现在咱们学的真的是 就牛一毛 真的还有很多很多 嗯 各种各样的山水 你就拿山水说 我们上节课讲的分类啊 什么金币啊 轻率啊 我们都还没画到呢 所以一定不要停止咱们学习的这个脚步啊 包括云层 你看一个云层就今天花了我们这么大的功夫 水墨 好 水墨的感觉 好 左边 你看我中间两边加山之后啊 中间加山之后 我觉得左边它是不是又有一点有一点点淡了 来 再来 先怎么样 你看它已经比较干了 不行啊 干的它有笔记笔痕啊 先轻轻的啊 用这个脚蛋的墨色给它刷一遍 那外面 它其实已经有一个墨色的很自然的过渡了 我们就只刷 第一遍的 就是刚刚云层的第一遍 也不知道多少遍了 前面一遍的 中间一点点就行了 外面我都没有染啊 我只染了中间 对吧 我给它 弄的稍微湿一点 然后呢 再来加重 再叠压上去 再压上去 再压上去 看到没有 有了 比较湿的 比较湿的 这一层的过渡 自然了吧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收起来 把案例收起来 还可以 还可以接 水啊 还可以往上再过一过 好 一定不要太多了 这种比较浅的 这层用 轻轻的刷上来 看 你看身体的旁边 都可以给它 烘脱这样一层 淋霧 有过渡吧 有过渡吧 这个下往上 看一看 那干了之后呢 每一层的衔接 应该会更自然一点 你可以分段式截屏啊 过一过来 看一看整体的一个效果 虽然这个中间这个山头啊 它是一个小麦腰 它往里收的 但是它整一个还是比较正的 往上云层有过渡 然后进去的往上 那如果说你清水的话 往上接 你快速扫一扫 快速的扫一扫 快速的扫一扫 两侧 接上来 我记得我们是不是有 有一节这个 诗意山水课也画的 这个云层的呀 还有就是啊 你看 我这里啊 画比较大 难免呢 会有1234 这几层 云层这个小脚啊 小过渡啊 会有一点点的相似 但是你一定要给它区分好了 你不能把这几个尖啊 给它画的一模一样了 你看 我一个是比较短的 一个呢 是比较长的 然后呢 一个是比较这个范围比较大的 然后呢 一个是比较细的 有没有看到 好 这些云层的过渡 不要太雷同了 行 不要太雷同了 从这也结不完 这个纸真的是很长的 一米呢 比较长啊 过渡 好 每一个小云团小云层呢 最好是让它有一点点 衔接 你就是不要让它太单一 太 不要让它太孤独啊 一个一个就站在这 哎 中间连一条线啊 也不是连一条线 有没有 过渡 哎 再给它接上 啊 中层 就是感觉 往上再飘一飘来 刷一刷啊 我斜着你看一看好吧 写着写着 一看一看 好下面还有大概 一小段啊 还没接上 好 来结吧 结完给我回复一个数字 到几了呀 数字一 老师画成一片了 没画的地方了 你是阴在一起了吧 你是不是阴在一起了呀 你应该是阴在一起了 你等它干吧 先冷静冷静等咱这个画冷静冷静 然后后面呃你看能不能在原有的层次 你看比如说这一层我叫哪里的问题为例子啊 比如说你左边这个比较满 没地方画了 你先等它干干 干完之后怎么办呢 再加重一点 加重一点点 啊老师可以分段结吗 好 再来分段结一个啊 哎 稍微等我一下 这个确实有一点点长 好 来 下半部分啊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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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难喂我了呀 你 快拿喂我啊 好 来 第一段 第一段 纸都划破了呀 说明你的水太多了呀 你的水太多了 好 接完了吧 来 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结完了呢 给我回复一个数字三 数字二 嘴都不利 是不是纸眉老师 你想 你真的想到我之前 跟我们 跟我们花鸟老师 学画牡丹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花鸟老师 牡丹花特别好 我想怎么样 给他 给他这个 这种班若老师 一定要给他学 学好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了一笔一笔画 我想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特别能够理解了 从理解这个同学们的感觉 就是我的眼睛 我的脑子 我都学会了 但是呢 他那个母丹呀 我自己在画的时候呢 我就画不出他那种感觉来 然后我就想 是不是我的笔的问题 是不是我的纸的问题 其实是吗 其实不是的 是我没有画的这样多吗 对吧 文浩老师的牡丹也很好 也很好看 也很厉害 不对 文浩老师不是牡丹厉害 文浩老师是所有的 他都厉害 完了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的就到这啊 好 我再最后讲一下啊 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 就是我们在画这张画的时候 要 要这个 注意哪些问题啊 一个 是我们的 最左边的这个石头啊 这个山啊 它是一座 你就不要怎么样呢 你不要上和下 你给它错开了 这样一个视觉效果呢 就不太好 就你就不 你的逻辑就不正确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就是一个什么呢 中间中间的这个 小小蛮腰的 小蛮腰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 它整一个是正的 对比 落差不要太大 你不要中段画特别粗 腰呢 画特别细 不要 要整体上来说 一个笔直的 中间可能有一些 比较斜的山脊啊 但是 整体看上去 它还是立住了 立在我们画面的中心 偏左边 一点点 在这个位置 好 那么最后 就是我们 右边下方的 两座小山头 那么右下方的 两座小山头 画面啊 你看清楚 画面最深的地方 在哪 画面最深的地方 就在 这个小山头 和中间 这座 小蛮腰的 中间 两座山中间的 这一层流露 是我们 整个画面的 云层 云层 记得是云层最深的一段 就在这里 慢慢慢慢往上 慢慢慢慢往右 它就会变前 好 来 再到我们云雾的 云雾的分段这儿啊 老师 这是 再多啰嗦一遍 先是把我们的 这个小刷子啊 沾一个 清水 类似于像清水的 一个清末 然后呢 把它捏成一个 什么样啊 捏成一个小刷子一样 然后呢 每一笔的笔触啊 相叠加 水分不要太多 水一多 你肯定有笔 很笔记啊 给它 怎么样呀 给它捏一年 吸收一下 让它的笔肚子 是墨色 再一 再 顺着刷上来 顺着刷上来 是第一层 来第二层呢 自然的 因为 只湿了嘛 过渡嘛 墨色的先接 它就会 有一个 比较好的 自然的过渡了 再来 加深 你觉得不够 再来加深 再来加深都可以 但是 顺序上来说啊 都是第一遍 会轻一点点啊 大一点点 好嘞 好 加油啊 争取这个 把这幅画呢 给它 功课了 好不好 哎 行 那今天晚上 咱们的课就到这 啊 就到这 好不好 好嘞 拜拜 拜拜 没啥问题了吧 好的 不好意思啊 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的 下节课 我们是 有作业点评的啊 赞天来 拜拜 拜拜